娛樂圈,你都圈,我不是圈,才讀誰,經過初攻,運到娛樂,沒有圈,多圈過誰,告訴你,他又有... 本節目由香港卓越未排,海馬牌床店,突然播出 實力派演員馬閉忠現身廣州接受圈的專訪,唱談百變人生,他是怎樣面對人生的喜喜樂樂的呢? 我想起也是一個挺好的編段 姐姐的喊茶教導如何令人生動的表達 我有幾種不同的表達方式 很難做出來 去港出現名牌,海馬牌,得約播出,娛樂門有圈,大地霸魂,娛樂圈 今天很開心可以有請到我們實力派演員馬德忠,忠哥來了 你好,文娟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很開心跟大家見面 馬德忠,由朱科特警到實力派演員 在爆料之前,馬神一來到廣州就發生廣州宣傳大師用力打call 其實他的組織是我們山頭人的 老師,忠哥,平時也有過來廣州 你對廣州的印象是怎樣呢? 其實我很喜歡 我覺得他的文化有新舊文化 因為我上次來,剛好有時間去了芽毛餅芳 我很喜歡那個地方 因為他有一些古舊的建築物 我很喜歡看一些古舊的建築物 馬德忠雖然出身寒門,但至全高遠 入行之前的曾經是一名諸科特警 特警、聖要保鑣,這個短文來說很高大上 你之前保護過哪些政要,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新加坡總統李光耀 我們盧平 查理斯王子 大安娜 由徐低景服,再到跨界做演員 馬德忠的演藝生涯很坦可 剛開始的時候都是做些奸角或閒角 後來演藝困境的時候 他還兼職過做搬運工補貼生活 1999年,他在創世紀裡的演出 迎來事業轉機 03年,憑著衝上雲霄南2號靈魂志 奠定廣劇演技小生地位 正式開啟20年的男主生涯 先後創作《酒店風雲》 《鳳凰四重洲》 《飛虎》等經典代表作 《百年成光》 《大喜晚成》 我做兼職務第二仙 剛才TVB看到我一些廣告 他就找我去視鏡,入了行 那時又需要人走,我又需要錢 那時已經是演員 穿短文童褲,送傢俬裝 問人擺邊,又幫忙搬 當時也是演員,你會否覺得尷尬 或者擺不下臉 我不會覺得,人的生活就是這樣 當你面對什麼時候 你就需要轉變自己的事情 去適應,我覺得是 亦沒有什麼不見得人 都是用自己的努力去賺錢 我想起也是一個挺好的片段 直到2018年,卓之首德雲開見月明 馬德忠憑借跳躍生命線墨在田一角 第十六次提名 並且成功奪得TVB最佳男主角大獎 攀上演藝高峰 打破多年陪跑宿命,可謂大喜晚成 馬德忠和太太是青梅竹馬的初中同班同學 18歲重遇的時候擦穿愛火 而言為的太太張曉蘭是海歸學霸 就算慘中家人反對 她的義無反顧在馬德忠未成名的時候 就跟她結婚並生兒子 一直相伴同行 其實你和你太太結婚也有30年了 對嗎? 大家在一起都經歷過很多風雨 依然陪伴你身邊的太太 你有什麼說話要對她說 那就謝謝她 因為她給了我很多好正能量 給了我很多正的觀念 我吃素也是因為她開始善 讓自己身體健康了很多 真是一個好的朋友 好的導師 好的影響者 我覺得這個伴侶很重要 獲獎時刻家人離世,五十支天命 在得獎的人生光輝重要時刻 馬德忠努力了這麼多年 終於獲得認同和成就 正準備跟親戚朋友 開心慶祝獲獎的時間 她的媽媽就突然因病離世 馬德忠遭遇人生的劇變重擊 我年尾獎獎 然後年頭一月媽媽就離開了 她是一個很突然的心臟血管 一個很主要的血管撕裂了 你當時是怎樣面對這種人生的大起大落呢? 都很難面對 因為我記得當時 她離開的時候 我正在拍攝《士徒行者》二電影 她離開過早上 我去了醫院 然後因為《士徒行者》電影 有一場很大的場景的戲 全都是我的 我就迫住了 抱著很傷心的心情 就回到片場繼續開工 對 跟導演說回來 然後 一沒我 我就走開了一邊 自己一個人 哭呀 靜呀 又要做一個警務處長 又埋位 面對人生的大起大落 她坦然要更珍惜往後餘生 人生就是在不同的變化裡面 生老病死必然會有 你怎樣去珍惜身邊每一件事 或每個人 我覺得是 五十之天命 就是這個意思 由草根到港劇的主力軍 馬德忠的一生 都在持續不懈鑽然演技 用永不妥協的毅力 去書寫自己的百變人生 你之前都有十六次提名 這個最佳男主角 已經很幸運 當初都沒有得到這個獎項的時候 中間覺得有沒有氣餒過 其實我一直沒有去想很多獎項的事情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觀眾給你的反應 好像呼聲很高 原來又不是你 我覺得我自己 在我自己的角度 我又不是太過去 每做一套戲的時候 會想她會不會有獎 或者什麼 很慶幸她沒有給我 但我也繼續有戲去拍 大家都渴望娛樂圈之繁業貿 成名巔峰的一刻 殊不知背後 更多的是要好像馬德忠那樣的演員一樣 在崗位上默默耕耘幾十年 從未停止打磨演技 捱得住歲月的敲打和磨勵 走過人生的高低起跌 才可以笑看風雲 感恩每一件事情的出現發生 令到每一件事情去造就今天的我 50歲是新的開始 希望馬神未來可以打開更多人生驚喜 為觀眾帶來更多精彩大劇 來到姐姐喊茶長龍屁的第二天 沒錯 今天我們找了劉韻家 家家來到我們節目一起聊天 嗨,你好,我是劉韻家 聽說製片人強烈推薦家家 要來上這個節目 因為在樂隊風暴當中 是再次見識到家家的魅力 我發現她從幾年前的麥王 再到現在 變成一個大女人的樣子 其實這幾年可能看了很多小說 所以我應該是在小說裡面 紫廚得到這些東西 靈感 一些靈感 可能是令我自己成長了 你是看小說,是什麼小說 是波幻 因為你唱歌是要唱感情的 對 所以是看延情小說會比較多 有時候會代入到小說的角色 對,我經常就是看一部小說 在床上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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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就哭 你又不像那些感情的人 其實我是 可能大家不相信 但我真的沒有拍過拖 沒有拖廁 沒有拖廁 不過不是,她是在1999年 我是1998年 你有沒有喜歡過人 當然有 但價格是否你喜歡的人 不會主動表白那一小時 因為她不知道 我是不會說出來的 暗戀嗎? 沒錯 暗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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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你有心動的人 你要怎樣令到她 都喜歡自己呢? 我是單刀直入營的人 我想她接說我喜歡你 可能因為你長得漂亮 我真的被拒絕了 我真的被她拒絕了 不是,是我唯一一次主動的時候 譬如說 妹妹仔不要還 那時候她被我長幾歲 她可能覺得 看起來我不時是認真的 那也怪不得她 她姐姐會嚇倒她 我會製造更多機會 跟她接觸 譬如說 你是唱歌 她是作曲的 你就可以找她幫忙 對嗎? 或是大家約一首 說我們唱一首歌 對嗎? 製造更多機會 在機會的接觸當中 她一定能感覺到 你對她的有意思 十二妹有沒有 對 很想聽你說的 為甚麼 你有沒有試過喜歡的人 你自己表白的嗎? 有的 我們也不聽 不是 都不成功 你怎樣表白 是那張寫情書 人家說我的表白 好像由你的中年男子 為甚麼 是怎樣 解釋你是那個男生 我覺得我從第一眼 我就覺得你很棒 說得你很棒 這句笑話 我確認一下 是很棒 因為是發短訊 我喜歡用稀笑露馬之間 來掩飾我的真心 自此之後 我就會變得面皮很薄 我就覺得 喜歡一個人太累了 我還是讓別人喜歡 對 對 所以我就會努力 令你勸到她不想表白 但其實我有幾種 不同的表白方式 甚麼 幾種 幾種 很喜歡抄歌詞 你們有沒有試過 以前 即是八十年代 沒錯 好糞 好糞 或者有空轉一首歌 或者發一個朋友圈 這首歌緊距可見 可以嗎 看看她會不會怎樣賺 可以的 是嗎 你會唱歌 你可以用你的照 好難做出來 假設小五是我們三位二中人 大家各用一種方式 看看她能否感受到我們喜歡 她憑甚麼 我也不是很想做這個白老鼠 小馬 這個星期六有空嗎 長龍聽說 新出了一個孟馬像 很棒 你可以跟我們踩點嗎 就只有我們兩個 行不行 目的性太強 我想聽一下格格 對 我… 出來吃一頓飯 那其實也挺直接的 但我覺得有暗戀的經驗 是一個很好的事 不是 因為到我們這個年紀 沒有這件事 是不會玩暗戀這件事 暗戀其實也是小時候才有 對嗎 那你的拆偶條件是 首先要英俊 排除了 可能 還有… 有趣 風趣 幽默 在樂隊裡面找到 哪一種你最沒可能考慮 是可以排除 星韓歌 為什麼 她就是… 就是這樣 但星韓歌很幽默 她是很幽默 因為我小時候就看她 她… 心髓 對 我小時候看心髓 就長大了 就是… 對不起,星韓歌 就是有點… 距離感 距離感 我又不可以對你太友善 萬一你想多了 我不會 星韓歌可以幫我這個好兄弟 說一句話 他很注意分寸 尤其是同事之間分寸 他拿捏得很好 他是不想別人誤會 其實有些太有魅力的人 是不敢隨便展示魅力 尤其我星韓歌 我就是啵啵啵啵的大眼睛 你確定 我覺得他… 為何我只看到眼紋 對不起 你一期剪掉吧 那好了,另外一個問題 是 好像沒有一個 因為我覺得樂隊裡 我是比較英俊 就是沒有人比我帥 我是這麼覺得的 對不起 你知不知道他在現場有很多小妹妹粉絲 但是你有沒有怕過自己這種型 會排除了部分 男子 喜歡你的男子 是會的 因為我本身又高 而且他們會覺得我很優秀 所以他們就望而卻步 這一集出了之後 大家想聯繫格格 還記得聯繫是姐姐的喊茶 果然自信的女生最美麗 誰說一定要拍拖才可以唱情歌 誰說女生就不可以比男生 誰說我的人生一定要你來定義 做最瀟灑最可愛的自己 不被束縛 加油 最近大家拆抖音 是否都拆到 Joey在澳門演唱會的這聲 啊 會開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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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開門完全沒有人提 甚至可以說是開行推薦 落足馬力 不過誰不知一個不小心 最初的尖聲怪叫 居然成為自出圈的一幕 第一場還是有一種必然的緊張 還有一點興奮 還有一點就是 呃 就是那個 哈囉 怎麼講啊 慘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呢 我覺得 總括來說還是很開心的 因為 三年沒有來到澳門演出 兩年多前了 受到這個邀請說 欸 澳門這邊想邀請你做 很多場演唱會 連續都在星豪裏面做的 然後我就覺得 嘩 這個感覺 就是一些 很厲害的巨星 才有機會 出場演出的那種 Celine Leon的那種集數 我就覺得 必須要參加 那這場演唱會 Joey絕對舞爭牛湯 歌單可以說是 無死角大包圍 快歌 慢歌 新歌 經典歌 全部都給你 只做形 足足換了七套 可以說是誠意爆燈 在四月的每個週末 Joey都會在 新豪影會開唱 週末還沒有節目的朋友 拿緊時間 扮個簽證 幫我們看 show兼旅遊 一個不小心 吃吃下東西 容祖兒就在你旁邊 這次我吃到一個 非常好吃的 米粉 米粉 對 雞湯米粉 很滋補 就是花椒 這個線索只有花椒和米粉 不能說出名字 如果說他們就排長龍 我下次都不能夠吃到 我悄悄告訴你 又多過去澳門看演唱會的理由 花椒粉絲搭演唱會 雖然不合理 但一定很好吃 喜歡容祖兒的歌手 注意啦 四月剩下兩個週末 新豪專屬系列 容祖兒Eternity演唱會 握緊時間撲飛了 各位恩怡 你最喜歡哪部電視劇 今天杰Sir帶大家來到澳門 一起來看看新時代國際電視機 有滿你的深水電視劇 最近粵港澳大灣區聲光陸陸 演唱會和頒獎禮一個接著一個 這次杰Sir就說要帶大家追追 電視劇的星星門 李嘉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承担着不一样的压力吧 但是又有不一样的有趣和好玩 不断跨界的他 还现场宣布 准备要挑战音乐剧 五月份即将上演 在深圳首演 叫一出好戏 是黄渤老师作为音乐监制 然后本身也是作为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第二届奥来乌五大洲电影线 金利花华语电影单元榜单揭条 杨丽纳收到的文艺片 妈妈 荣获最佳影片 和最佳导演奖两颗大奖 成为华语电影单元最大的赢家 妈妈 零零后小花刘浩全 执行着四海获得华语最佳女演员 我会继续努力的 希望日后会给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特品 实力派演员陈宝货 凡借海的进口 士草原荣获最佳男演员 年近七十岁的他 拍过一百多部影视作品 不过他还说未够好 我希望演一些 跟我以前没有人 我不怕破相 我特别喜欢 改变的事情 就等我们继续期待 各位小花和老器官 在电影中继续突破和超越 由成龙、刘浩全、郭麒麟 领鞋主演的电影《龙马精神》 正在热影中 以前成龙、刘浩全和一众主创 现身广州乐演现场 吸引了一群粉丝潜力支持 还帮成龙大哥过山日 电影讲述成龙飾演的鲁罗 是一位生活落魄的武侠 一直想将自己的爱霸 培养成为片场动作名声 而经历的种种考验的故事 影片以此来致敬龙虎武士精神 露演当日 现场也来了很多港片迷 纷纷表示被电影中 致敬成龙经典电影的部分 心心打道 而成龙大哥也在现场 感谢影迷多年的支持 你们从我的电影 感受到我的 我的爱 我所付出的一切 得到你们的任务 不管我是受伤也好 断手断脚也好 我会失败 原文在族 失败上一回 圈兆上棋作为代班队长 带领竞爆阵营 反张合拍阵营一轮 老猫超输的宋家琪 怎容得圈兆再来搞乱档摊 一上场就气势凶凶 我就说 为何阮星航高了这么多 原来又是派过助手来 阮星航害怕在家里哭吗 不敢出门口吗 连老闆十二妹见到此乘势 都连转合拍阵营 不大一丝楼乱 我当然是选合拍队 耶 没办法了 白阵营这期有杀手简 而杀手简又拿出他们的杀手简 月半小夜曲 队友都好像觉得有点隐瞒 又弹 又弹月半小夜曲 你呢 我 我因为疫情的缘故 很久没走过了 我们今次是一个 叫做完整版 因为以前唱的版本 只有两分多钟 很多网友都说不够厚 想听完整版本 所以我们现在正式录制完整版本 而今次是第一次公开唱给大家 所以不要加个右字 原来收收埋埋埋了这么久 这次先是足料放松 怪不得听见这个消息 声韩哥都马上来到场 来到了 不用位了 没拿电话听到 让我先问一下宋佳琪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想要怎样 趁我不在 不是趁你病 找陈洛基打我之身人 你做出这些东西 两大阵营人员齐整 到底合拍火力全开 怀疾到这一刻眼泪无忧 幻视劲爆 技高一筹 技术日事做晒 看透透身体 记得锁定这个礼拜 六晚乐队风暴第二季 可爱 难风中孤单作才 坚不疯 尽 专缸剧场正在热播 由林峰、刘重仁、黄中泽 业童主演的双字面 扎星之旅 这部剧讲述林峰和刘重仁所在的家族家电厂 缩折有争夺家产企业归宿权而发生的 商业和情感狗角的故事 他一直当我uncle是侵吞铃海的仇人 铃海随时会摆在海星手上 网友就说这部剧又是一部原汁原美的港剧相战片 喜欢港剧的你千万不要错过 除了经典港剧 由孙红雷、高梭影、黄耀庆主演的都市情感剧 郝先生也即将在下午剧场播出 凭什么我爸死了他就活着来了 凭什么呀 看过这部剧的网友都评论所有演员演技在线 剧情跟着 喜欢现代剧的看这部就一定没错了 而喜欢抗战剧的观众 锁定黄牌剧场同样的好戏体 经典抗战剧《仓郎》从4月19号起 正式接打《索杖》 中午哭剧场还有二道 飞光、大英雄等经典好戏等着你 步步精彩、步步好看 记得要锁定珠江频道 本节目由香港畅语名牌 海马牌床店特样播出